小伙伴们 你们难道还没有发现吗 淡宅岛中的懒羊羊 她的眼睛非常诡异 是两个小黑点 并且在游戏中仔细看 也可以看到懒羊羊的眼睛 不仅小野士 有一种颜色 就是黑色 有很多小伙伴 告诉我懒羊羊是一只小眼睛的羊 错 大错 特错 其实懒羊羊还有被官方隐藏的第二双眼睛 非常的大 你们难道不好奇 懒羊羊的第二双眼睛究竟长什么样子吗 众所周知 懒羊羊每天和喜羊羊灰太郎 一起站在喷泉前 如果你在淡宅岛中也喜欢懒羊羊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作为懒羊羊的搭档喜羊羊 我们可以看到 她的眼睛并不是一个小黑点 而是非常大的 并非且眼睛是由两种颜色 组成白色和黑色 并且我和学姐还发现 就连站在懒羊羊旁边的灰太郎 她的眼睛也是很大不是小黑点 也是由两种颜色白色和黑色组成非常的大 而唯独懒羊羊的眼睛就非常诡异 居然只有一个小黑点 对了 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淡宅大神才能关注 我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 懒羊羊被官方隐藏起来的第二双大眼睛 究竟是什么样子 今天我和学姐在淡宅岛中发现 当懒羊羊高兴以后 她的眼睛就会变成一双大眼睛 不再是小眼睛了 并且 这双眼睛是由三种颜色组成白色黑色和黄色 所以说 懒羊羊在淡宅岛中共有两种眼睛 一种眼睛是小眼睛纯黑色 第二种眼睛就是跳跃起来以后的三种颜色的大眼睛